今天是我們切的第22個畫面了齁 那其實我們很多畫面其實切的都差不多啦 那除非你要做到比較特殊的 然後可能花費比較長的時間跟比較多的觀念 那就鯨魚來說我覺得 那種比較特殊的可能不在於我們 暫時的規劃裡面 可能會在比較深刻的觀念 可能會在比較深刻的觀念 講解會比較有 比較偏向於進階一點啦 畢竟那有太多觀念要講了 那我們這樣講的東西屬於文字處理這一塊 實際上我們在排版的時候 經常會看到一些版面上面文字的排列 那會有標題跟內文 那這些排列來講到底 是很困難呢 還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按照我們以往的慣例來說的話 基本上 我今天會講的都很簡單 所以大家其實我們可以利用簡單的方式 去把我們的畫面簡單快速的去排出來 今天其實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標題下的有點不太一樣 叫做上級 什麼意思呢 其實文字的排版來講的話 我這邊大概目前處理大概有11種的變化 目前啦 其實要去延伸也是可以 所以以目前11種的變化來說的話 一次講完我覺得真的對各位來講負擔太重了 所以今天我打算講三個 打算講三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一個簡單的文字處理的版面 可以有怎樣三個的變化 那最重要的一點在於說 裡面所有的HTML結構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完全一模一樣 而且Class名稱也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單純利用CS去做出很多很多的變化 那我們直接來看吧 目前這個畫面我就直接分成兩欄了 那因為我們這欄框我是固定在1200 固定在1200 所以你要去做出這樣的畫面的話到底 會不會非常非常的複雜呢 其實很簡單啦 那再來呢 這是我們所要做的第一種 第一種應該就這一個 這一個 存檔一下它就沒有了 然後呢這個是我們的第二種 這一種畫面 這種畫面 那這種畫面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第三種 第三種應該算是比較簡單一些啦 應該算是比較簡單一些 所以這個 待會我們繼續來看好了 那在字體的部分 我沒有 就是沒有特別去做一些挑選 所以 至少讓大家是比較輕鬆去處理 那如果說你本身是視覺設計師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去挑選一下字體 可能整個的效果會更強烈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好 現在我要建構的是一個HTNL的結構 那我這邊會需要有一個滿版的區域 並且加上一個固定寬度的區域 接著在裡面我要放置一個標題 主標題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段落會有很多很多的段落 那為了方便起見呢 我會把這些段落 我直接放置在一個文字的DIV裡面 那接著裡面放置我每所要的段落 所以我大概的結構會長成這個樣子 那當然如果說你覺得這樣的寫法你不是很喜歡的話 你想要另外再多包一層DIV 這也是可以的 這也是可以的 那目前我沒有 我就這樣就好了 那為了方便起見 讓我們把所有的標題都寫上去好了 所以例如說H1來講的話呢 就是 來 CSS Cooke CSS Cooke 這是鐵人賽被寫錯寫成CSS Cooke 這滿有意思齁 大家覺得 後來自己又不小心講成CSS Cooke 沒有沒有 CSS Cooke 可以嗎 那再來裡面的段落呢 我就直接使用 看你要用兩個段落還是三個段落 或四個段落隨便 這其實不重要齁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的結構就已經出來了 那接著我要把上面的這個 Title給它補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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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的Title竟然沒寫到嗎 有有有 來 文字排版 這是第一個 好 所以我們目前的畫面長這個樣子齁 那接著我們來處理一下我們的CSS部分 那CSS部分來說的話呢 照我這樣的處理速度我覺得 我的11個範例應該可以講了三四天了 不然我覺得對各位來講應該還蠻辛苦的 我們先處理一下那個好了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我寬度先固定1200 那接著我要去讓它做什麼 嗯 置中 置中 好 所以這樣就置中了 然後接著呢 我去設定Display Flags 它就橫排了 橫排了之後呢 我們來處理一下裡面的這一個 Container裡面的 H1 然後接著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其實事實上我要做起來有點像是三藍的畫面 所以要做三藍的畫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拆成兩個東西 一個是H1 一個是我們的內文 就是那些段落的部分 那段落這些東西呢 我要讓它呈現藍的方式 可是我 這樣有點難做欸 你看 我這麼多段落我怎麼去區隔藍啊 所以我先用這個文字的區域呢 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就先拆個兩藍 所以這個寬度會是400 那另外一個寬度會是多少 那另外一個寬度會是多少 Container裡面的 pxt 基本上它的寬度就會是800 1200嘛 好 所以我們這樣基本上我們的畫面就出來了 好 接著做什麼事情呢 我要讓H1的文字去靠右邊 所以Text Align Write 它就靠右側了 接著我要讓這兩個東西呢 它的這個尺寸計算啊 讓我們偷懶一點點使用BoulderBox 那使用BoulderBox的話呢 我要設定多少的padding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那接著我這邊padding呢 我稍微設定一下 padding 15像素 左右各15像素 但上下 也可以啦 也可以 好 那我們這樣基本的結構就出來了 那再來呢 在文字的區域當中呢 我想要讓它變成是兩藍的畫面 所以我可以直接使用Color 好 那Color呢 這邊 ColorCount好了 好 我要給它兩藍 那這樣它就呈現兩藍的畫面 好 此外呢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此外我希望它中間的距離是能夠比較大一些些的 好 事實上這邊的距離大概是30 那這邊我也要30啊 好 所以我就設定一下 ColorGap 嗯 好 ColorGap 也要做30px 好 那這樣我的距離出來就會是正常的 好 接著我要處理一下我的標題的部分 標題的部分 其實我的字沒有寫的非常的大 但是我底下要一個裝飾性的線條 此外這個背景色彩也要處理一下 所以背景色彩呢 補上去 好 補上去 所以我的背景色彩呢 來用這個色彩 好了之後呢 那再來處理一下 我要讓它有一個底線能夠做裝飾 但是由於這整塊都是H1 所以呢 嗯 這樣有點麻煩 好來 H1給它設定一下 Actor 好 接著我來設定一下 Content 給它空的 接著設定DisplayBlock 那 設定DisplayBlock 我就可以設定說它要有高度 例如說高度是4像素 寬度來個4EM好了 然後 高度 欸 寬度給它來個4EM 好 接著我來設定一下它的背景色彩 我希望它是一個黑色的 所以 但你要用其他顏色也可以啦 那此外呢 欸 目前的狀況它會變成說靠左側嘛 那很簡單只要設定一下MarginLeft 給它做Auto 我們的畫面就出來了 所以這樣我們第一個畫面 欸 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你會發現說 欸不對啊 啊 這邊是起頂 這邊是起底下 啊 這邊突出去呢 這樣對嗎 這樣不對啊 沒錯吧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這樣的寫法 嗯 可能你不是很喜歡啦 不是很喜歡啦 好 所以呢 好我們來處理一下好了 來處理一下 嗯 是我高度太高嗎 欸 看起來不是啊 看起來不是喔 好 所以我們稍微來處理一下 我先把我原本的padding 上下拿掉 好 上下拿掉 那左右留著就好了 好 左右留著就好了 OK 好 所以這是H1的部分 好 H1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我的文字 好 文字也是一樣 上下的padding拿掉 左右的留著 那它就可以齊頭齊尾了 那由於我們現在目前的範圍 其實看起來可能不是非常的漂亮 我們可以稍微把 container設定一下padding 它的上下抓個100好的 左右設定為0 那這樣看起來就比較正常一些了 所以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畫面 好 第一個畫面 OK 如果說你覺得想要再多一點變化的話呢 也可以利用上方 去添加一些不一樣的尺寸等等的 那例如說 我想要讓它變成說我的padding top 是比較多的 例如說padding top是20像素好了 然後下方就不要 那這樣也可以 好 看各位自己的變化 好 所以第一種 非常簡單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好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我的字比較多耶 好 再來第二種怎麼辦呢 第二種的話呢 老先把這種第一個呢 先把它存起來 接著我來把它設定一下 二支 二支 一 二支 一 好 那支一來講的話呢 來 二支 一 好 然後接著我們要處理什麼 要處理讓它能夠 感覺就是前面有個標題在那邊 那這其實也非常簡單 我把它尺寸稍微改一下 改成300 然後把它的背景顏色拿掉 那它的padding我就繼續留著好了 我就直接使用15像素的padding好了 但是我需要讓它 右側能夠有一個邊框線 所以boulder right 那抓個五像素好了 好像有點太大耶 好三像素好了 實現 並且使用黑色 然後我的after不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畫面目前看起來就正常齁 但是我要紋繞圖對不對 所以我把H1去做什麼 做flow left 但是我的副層就不需要任何的flex OK 好這時候又有一個問題啊 那為什麼它不會紋繞圖呢 為什麼它不會紋繞圖呢 因為啊 當你使用了column之後 它就不會紋繞圖了 所以我們把column拿掉 我的畫面基本上長這樣就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OK 那悠悠的寬度是設定有問題的啦 寬度把它拿掉 基本上它呈現滿版的狀況 基本上就好了 那我來設定一下H1的margin right 給它抓個10像素 那當然你要10像素或是Een 其實都可以 這是看各位自己的決定 Een有點太大了 0.5好了 好 那這樣我們的畫面基本上 就呈現出第二種畫面 那字如果說你覺得 需要再大一些些的話 你再處理一下 Found Size給它做42好了 這還蠻大的 好第二種版面就出現了 好 那第三種呢 好第三種 嗯 就簡單了啦 第三種 來另存一下 之2 好來 那第三種來講的話呢 我的標題不要做橫向的排列 所以我的標題不需要任何的float OK 好不需要任何的float 然後我的寬度呢 也是採用滿版的 好也是採用滿版的 欸之2對不對 沒有看到 之2 好 然後接著文字呢 要靠左側 所以我的testline也不要了 好 從頭刪到尾 我不要右側的邊框線刪掉 欸 寫錯了 欸 來這個 右側邊框線不要 OK 那我的字要大一點點 所以來個60 52好了 62 是不是太小 欸 我的要超大欸 啊 來個120好了 夠大了吧 100 好 在這邊呢 接著我們把它色彩呢 稍微處理一下 Color我給它設定成說 它是一個 深一點點的灰色啦 大概AAA應該還蠻OK的 那背景怎麼辦 好背景怎麼辦 好 那背景的話呢 我們需要處理的 在這個地方呢 我就稍微偷懶一些 我使用 我們的 After 來做 好 After來做 好有了After之後呢 Content 給它設定一下空的 並且設定說 它是一個Block 好 然後呢我可以設定寬度 寬度 Block基本上會佔滿整個列了 所以基本上寬度不太需要設定 高度我設定一個50像素好了 背景色彩呢 設定一個淺淺的灰色 淺淺的喔 111其實非常淺 好 就一塊在這邊了 那你覺得高度不夠的話 你可以直接去添加 好 直接去添加 比如說30好了 欸 70好了 好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接下來怎麼辦呢 來這邊呢很簡單 我就直接使用 絕對定位 好 那絕對定位之後呢 我們有個問題 那它到底定在哪裡 定在哪裡 我要定在副成身上 所以副成給它下一個相對定位 OK 然後呢 加了絕對定位之後 寬度會不見 所以現在完全看不到任何東西 所以寬度再給它補回去 100% 好 這都是一些小細節啦 好 那接著呢我去設定一下 我定到它的下方0像素的位置 欸 就可以有這種重疊的效果了 當然這樣取決於說 你本身H1它的空間到底是多少 我有做reset吧 有 OK 所以如果說你的H1的padding 其實蠻大的話呢 那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我的padding上下是有 15像素的 來 改掉 上下不要有15像素 這空間基本上就出來了 最後面補一個東西 Z index-1 好 我們第三個畫面就出現 OK 好那這邊其實底下呢 還有一個兩欄的畫面呢 兩欄畫面怎麼辦 兩欄畫面可以使用在文字這個區塊 設定一下呢 好 column 給他設定說 我的column的 數量是2 然後還有就是column gap 告訴他我要 中間要30像素的空間 好 他就分開來了 那至於上下的間距呢 你能不能自己去控制 行 這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再來還有一個問題是 那我這個手字要放大怎麼辦 手字要放大其實在我另外一個鐵人賽的挑戰當中 其實有寫到 其實有寫到 我們快速來處理一下好了 這個 裡面的 p 的 first later 告訴他我要去做一個字體大小是 40好了 這個 有點小 60好了 這夠大了 好 接著做什麼事情呢 做flowlab 它可以做到像這樣的文繞圖 好 那再做一個 40好了 40 40 40 ok 40 ok 好 然後接著處理一下 就可能要處理一下它的line high 讓它上下的空間不要這麼的難看 再來設定一下margin right 或者是padding right 給它來一個10像素 好了 好 那我們空間基本上就出來了 稍微處理一下h1好了 這很難看耶 好 margin button 處理一下好了 margin right 不需要處理 所以margin right拿掉 改成用margin button 30像素 ok 好 基本上我們的畫面 大致上這樣就完成了 好 大致上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沒有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一個 畫面很簡單 快速的三種版面排列 其實很快就出來了 好 欸 現在有東西跳出來 好在這邊 ok 好所以 大致上是這樣 好 好 那其實我們整個的文字的排列方式 其實蠻多種的啦 那事實上 各位在做網頁排版的時候呢 你會經常性的用到一些文字的排列的手法 只是說 我不知道各位對於結構的掌控度 到底是如何 在我們目前這個例子當中呢 我剛才有說過了 你可以把標題跟內文分數在兩個不同的DIV當中 你也可以讓標題就一個 然後你的內文放在一個 另外一個DIV當中 方便你去做一些控管 那能不能把它拆開來也可以 當然就看你的版面想要如何去變化了 ok 好不知道各位 對今天的金魚有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告訴我 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底下點一下訂閱 旁邊小鈴鐺這裡點下去 那各位金魚我們明天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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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市民事務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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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您的目標 我請緊合理 網絡